目前的这个广义货币供应量就是您说的这个MR 余额呢是超过了300万亿元 这是过去多年来金融持续不断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反应 总体看当前存量的货币确实已经不低了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在加快推进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呢发生了重大变化 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加强 经济更为轻型化 信贷需求和以前一些年相比呢是有所转弱的 信贷结构呢也是在优化升级 但各方面呢对这个变化还是有一个认识适应的一个过程 一些银行在经营模式和内部考核上仍然还是有规模清洁 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 部分企业借助自身优势地位 用低成本贷款融到的钱买理财存定期或转贷给别的企业 主业不赚钱金融反而成了主要盈利来源 这就容易形成空赚和资金沉淀 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 为此呢这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适时的提出 要避免资金沉淀空转 相关部门将加强对资金空转的监测 完善管理考核机制 未来随着经济转型升级 有效需求恢复 社会预期改善 资金沉淀空转的现象也会缓解 当前庞大的货币总量增长可能放缓 数据上会有扰动 不宜简单做同期比较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减少 真正需要资金的高效企业 反而会获得更多融资 是金融支持滞效提升的体现